利都迭克花园也就是俗称的空中花园 如果可以搭配大型邮轮停靠的基隆港美景 以及花园里面的造景 相信将成为基隆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这里是耗资10亿元新建的基隆港务分公司东岸旅客中心 不仅外观新颖 沿着中正路的旅客登船玻璃帷幕通廊 让参访的市议员们眼睛为之一亮 随着进入最重要的全新国际级 自动查验柜台拿出护照放上去 资料直通内政部查验 可在大量旅客要通关上船前 每15秒左右就让一位旅客通过 每小时可应付2700多位旅客通关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 基隆港务分公司东岸旅客中心 受到基隆港务分公司的欢迎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位也感谢港务分公司的接待 虽然港务分公司不属于基隆市议会监督的范围 但是市港发展一体 特别希望基隆市政府和基隆港务分公司共同合作 一起迎接疫后的邮轮观光 想办法留住邮轮旅客在基隆观光消费 振兴基隆的经济发展 那疫情的是疫情的状况 所以我们邮轮大概停滞了三年左右 那造成我想全世界全台湾的一个县市都受到深深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这几年的产业链 其实靠邮轮、靠港务公司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族群和脉络 那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其实市政府有很多单位可以整合在一起 过去很多公务机关、公务体系 可能就有文化是大家做自己的事 那其实这个邮轮对基隆市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包含步道、交通、观光、行销的各个方面的整合 其实需要靠秘书长来整合我们每一个处室、每一个科室 让整个基隆市未来的发展可以根据邮轮来做一个基地 那尤其我们市港带神计划 我们广场比较完工嘛 那我们现在外面这个平台快要完成 那我们希望可以加速来进行 那所有的邮轮旅客来到基隆 那是感觉到舒服的、感觉到开心的 最重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来基隆 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旅客回流 就跟餐厅基隆的方式一样 他如果愿意再来 代表我们城市的发展成功 我拜访市长 副市长以及医生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到舒服务团队非常的支持 整个游轮观光卫生店 那也推出了游轮旅客户型的一种奉献 折夜检测的一种具体 那我们感到整个舒服务团队也非常的动力 那这种旅客来了以后 在港区周边的那种活动 重见步道 在市府的协助之下 现在也即将要完成 港务公司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一座来做交流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透过各方面那种交流就能做 让基隆港能够为基隆市带来更多的一种 经济机会更繁荣 我个人也有非常大的其他 我也希望在这个 除了这个旅运中心这个地方之外 我未来也希望能够跟我们 我们的市中心区整个串联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都市发展 过去我会跟港公司这边一起密切合作 来把周边的一个发展 然后再来进宿的来提出一些 未来的一些播放 最后基隆港务分公司也带领议员们 参观在一楼出关处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布置的 渴望游基隆的行销区 希望游轮旅客可以借由美丽的 基隆山海景观大型照片的吸引 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多留几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